小明的早上 早上七点,小明还在梦中,闹钟响了。 小明起床了,她伸了一个懒腰。 今天天气很好,是个晴天。 阳光照在小明的房间里,让她感到温暖。 小明起床后,去洗手间刷牙和洗脸。 然后,她走进厨房,看到妈妈正在准备早餐。 妈妈准备了牛奶和面包。 小明喜欢喝牛奶,她也喜欢吃面包。 她很喜欢今天的早餐。 妈妈还为小明准备了今天的午餐,放在一个饭盒里。 小明换了一件蓝色的衣服,把饭盒放入书包,准备去学校。 小明走出家门,回过头,向妈妈挥手道别。 小明觉得很幸福,因为有妈妈的爱。 小明大步向学校走去,迎接她的将是美好的一天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 咱们下次见。 咱们下次见。 咱们下次见。